立法會相關法案委員會 繼續逐條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就非法披露 看起上來屬於機密事項資料的相關罪行 多個議員就關注如何界定 當局解釋主要是針對公職人員放流料 而引起社會不暗 但是機密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機密 我舉個極端純粹假設的例子 譬如我是屬於保安部門的政府人員 我就做了一份假的文件 吸著機密 裏面說什麼呢 就是說原來有個外國國家 明天就會攻擊香港 派他們的軍隊來 就有這樣的東西 散出去 很明顯這份東西是假的 人家信以為真的話 會引起社會動亂 其實會引起社會不安 造成一個國家的安全風險